欢迎回到新乡雅剧 我是亚兰 上期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孝贤皇后 她是乾隆皇帝一生的挚爱 因为她很贤德 那古代除了贤德的女子 有没有一些有才华的女子呢 当然有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位 提到书法 大家都知道王羲之 王羲之被称为中国的书圣 但是王羲之的老师您知道吗 竟然是一位女子 那这个女子是谁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她的故事 王羲之的老师 人称魏夫人 她是东晋时候著名的书法家 书段里面介绍 魏夫人名朔自贸矣 那后世为什么多称她魏夫人呢 因为她的丈夫是个太守 是个当官的 所以别人就尊称她魏夫人 就和《红楼梦》里面 称王夫人 行夫人一样 古人一般必会直接称呼名字 所以称夫人是一种尊称 古书上记载 王羲之七岁就拜魏夫人为老师 学习书法 等学到十二岁的时候 已经小有所成了 唐代诗人杜甫有一首诗 《丹青引证曹将军霸》中提到 说学书初学魏夫人 但恨无过王右军 王右军也是指的王羲之 右军是一种官称 王羲之曾经做官做到右军将军 所以别人也称他王右军 魏夫人有个禁奉帖 里边魏夫人向别人推荐王羲之 原文说 魏有一弟子王一少甚能学位真书 王一少也是指王羲之 王羲之自一少 真书是指楷书 那时候的楷书被称为正书 真书和历书 而历书那时候叫八分 为什么叫八分呢 有几种说法 一种是历书的写法是向左右两边分开布局的 有点像八字 所以叫八分 而另一种说法是 那时的历书八分像传书 两分像历书 介于传书和历书之间 所以成八分 从禁奉帖当中我们看到 王羲之是向魏夫人学习楷书 那王羲之的行书我们可能都知道 蓝亭集序 其实行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字体 王羲之的楷书写的如何呢 禁书里边说 王羲之自一少 由善历书 为古今之冠 刚才我们提到 魏晋时候说的历书 其实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楷书 而王羲之的楷书最有代表性的有越义论 主要内容是说 战国时候有个名将越义 他在征讨各国的事情 唐朝大书法家楚遂良 在王羲之的书目里边 把这个越义论排在第一位 他说 越义论鄙视精妙 背尽楷泽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写的真是非常好 足以成为后世学习楷书的典范 而王羲之另外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楷书著作 是《黄庭经》 这《黄庭经》又名《幻额帖》 为什么叫幻额帖呢 据说王羲之非常喜欢鹅 他经常观察鹅在水中滑水的动作 他感悟如何用手腕写字的技巧 有个道士很喜欢王羲之的字 他就养了一群白鹅给王羲之 请王羲之帮他抄写一部《黄庭经》 所以王羲之不仅是行书写得好 他的楷书写得也非常好 那么他的老师魏夫人 他的字写得如何呢 魏夫人的楷书写得非常美 后世称为是脏话小楷 意思就是这一个个字 就像一朵朵含苞未放的花朵一样 唐代有个书法家叫张淮冠 他写了一本关于书法的著作叫书段 里边点评了从秦汉到唐朝 一百二十多位书法家 这本书里边形容魏夫人的字 有四句话 也就是说 魏夫人的字像一块块岁玉那样 冰清玉洁 又如摇台上的月光那样柔美 宛约如一树花开 字体之间的安静和清爽 犹如清风拂面 让人神清气爽 那么魏夫人为什么能够把凯书写得这么好呢 首先魏夫人他出生在书法世家 他家族当中很多长辈当时都是书法大家 比如说他的曾祖父 也就是他爷爷的父亲魏凯 他的祖父魏冠 他的叔叔魏恒 当时都是大书法家 所以在这种家庭背景下 魏夫人从小就很喜欢书法 而且也非常勤奋 据说他们村口有个池塘 魏夫人每次写字一写就是好几个时辰 写完字之后就把毛笔拿到村口的池塘 把笔洗一洗 天长日久把那口池塘的水都给洗黑了 所以后人把这个池塘称为魏夫人洗墨池 足见魏夫人的用心刻苦程度 而魏夫人不仅写字写得好 他还对书法很有研究 他有一本著作《笔振图》里面就阐述 如何写好书法的一些传统法则 既出生在书法世家天字聪明勤奋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的原因 就是魏夫人向中瑶学习 中瑶是谁啊 中瑶是三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 他也被称为楷书的鼻祖 因为中瑶所处的时代 正是汉字字体从历书向楷书演变的中瑶时期 中瑶把楷书发扬光大 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就被称为楷书的鼻祖 中瑶的作品《宣誓帖》被称为第一楷书 那提到汉字字体的演变 我们来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从这次文明开始 一直到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 它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最早出现的文字是殷商时候的甲骨文 就是写在动物骨骼上的文字 然后到了商朝和周朝的时候 出现了青铜器 人们开始把文字刻在铜器上 那时候人们称铜为金 所以这些刻在铜器上的文字 也被称为是金文 再后来金文又演变成传书 相传它是周宣王的一个史官 咒所创的 所以它也被称为是咒文 就跟咒文一样复杂 这种字体其实非常的古朴而典雅 只是有点复杂而已 那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为了统一全国的文字 他就把大传又演化成小传 到了汉朝 传书又演变成历书 当时人们为了更快的把汉字写下来 历书又演变成草书 历书还演化成一个很正的字体 叫楷书 结构看起来方方正正 非常清晰容易辨认 当楷书出现了之后 人们发现这种字体非常清晰明了 端正 不像草书和传书那样 可以随意的变化形象 这种字体很固定 所以人们也把它称为正书 真书 意思就是真正的文字 那我们现在看有些资料里边 说魏夫人擅长真书正书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楷书 我们现在所说的楷书呢 这个楷字它也有楷责呀 规范的意思 而后来呢 楷书加草书又演变成行书 在这所有的汉字字体当中 甲骨文 金文 历书 草书 很多都已经留在历史长河里边了 那现在的我们除了写书法之外 很少有人能用到了 但是只有一种字体 它一直延续了上千年 从秦汉萌芽 一直到现在那就是楷书 宋代的时候出现了活字印刷术 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的 这种宋朝的印刷体 被称为宋体 直到现在我们电脑里边 打开还有一种 关于汉字的字体 通用的字体 就是宋体 也有学者认为 甲骨文 金文 传书 历书的出现 都是为了奠定楷书的出现 凯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几千年来 文字当中的一个长青树 或许它本身就蕴含深意 它的字体非常端正简洁 人们在写书法的时候 性情也会往中正平和那方面发展 不像草树一样的放任人的性情 古人在做很多事情之前 都会先振心诚意 那字也是如此 或许这也是它流传千年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当然凯书的创立 它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它也不是凭空突然创立的 它离不开前人的一些积淀 唐代张艳远的《法术要录》中记载 蔡庸授于神人 而传之崔燕 吉女文姬 文姬传之中瑶 中瑶传之魏夫人 魏夫人传之王羲之 这段话记录了 在书法演变过程中的一些承传 在《太平广记》里边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蔡庸非常精通书法 她年轻的时候曾去松山学习书法 有一天她走入了一个神秘的石洞里边 发现洞里边有一部书 这部书的八个角度散发着光芒 她翻开一看 里边竟然是记录着书法的创作秘诀 写的都是先秦时候李斯 史咒就是创立大传的那个人 他们是如何写字的一些法则 蔡庸如获之宝 高兴的手舞足道 一天不吃不喝的看这本书 口中还念念有词 好像跟书中的古人对话一样 后来蔡庸研究了这部书三年 终于获得书法当中的一些金钥 从此书法大有长进 在西平四年 汉林帝希望重整一些儒家经典 他就命蔡庸等人 把这些经典整理之后刻在石碑上 蔡庸就亲自在石碑上书写 然后让工匠雕刻 这些碑一共是46块 历经九年课程 历史上称这是西平十经 而蔡庸的字被人评价 蔡庸书古气动达 爽爽有神力 也就是说蔡庸的字 仿佛有神柱一般 后来蔡庸把这些书法金钥 传给了他的学生崔燕 和他的女儿蔡文基 蔡文基又传给了中瑶 中瑶成为了凯书之祖 而魏夫人学习了中瑶的书法金钥 又把他传给了王羲之 王羲之成为了中国的书圣 凯书的鼻祖中瑶创立了凯书 那时候的凯书是脱胎于隶书 还有点偏隶书的古意 到了王羲之的时候 他已经把凯书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了 所以在历史上 他们二人被称为中王 最后我们再来理一下顺序 中国的汉字字体 从甲骨文 金文 传书 历书 楷书 行书 有个发展演变过程 在这所有的字体当中 楷书成为字体当中的长青术 一直使用到现在 我们现在电脑打出来的 常用汉字字体宋体 就是以凯书为基础的字体 而从凯书之祖中瑶到中国书圣王羲之之间 一个女子起到了重要的承传作用 她就是魏夫人 那么关于中国的文化还有哪些呢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